先来关心本地消息 一名圣海卡拉拉县男子涉嫌非法获得H-1B签证 并将这些签证用于提供湾区高科技公司人力而被控诈欺罪 被告已于本周一认罪 The Mercury News报导指出 55岁的男子Kisha Dapapuram 已经在本周一向位于圣河西的联邦法庭承认诈欺罪 他与另外两名被告圣河西居民Santosh Giri 和德州奥斯汀居民Kuma Ashpatofi 被控在2019和2010年涉嫌犯下10项签证诈欺 以及一项密谋犯下签证诈欺罪名 Kisha Dapapuram承认所有控罪将面临监禁和罚款 148岁的Giri上星期已承认所有控罪 根据联邦司法部表示 Dapapuram和Ashwapati经营的人力公司Nanosematics 借上员工到高科技公司工作并收取仲介费 Giri则是经营外包公司Lexo Giri 负责提供签证和移民服务 两家公司合作提交诈欺的H1B申请 这些申请错误地表明 外国劳工已经取得特定工作 但事实上这些工作并不存在 三名被告承认他们计划获得签证以保留员工 并在工作机会出现时将他们安排给客户 联邦司法部认为 这导致该公司相对于竞争对手具有不公平的优势 Dapapuram和Giri将在明年2月宣判刑期 另一名被告Ashwapati 本周稍后 本月稍后也会出席判刑相关的聆讯 上个月洛杉矶法院一个陪审团认定 为矽谷提供数千名劳工的人力公司Konazen 刻意歧视非印度的劳工 其中一名被解雇的Konazen员工指控称 他被迫签署数百封的诈欺信信件 以支持H1B申请 而这些职位并不存在